在新北市五谷区的新真理办公处跟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共同举办了名家辉豪送春联的活动 也邀请了好多位书法家到现场提笔辉豪 还为民众量身打造客制化的春联 也因为有了书法老师们的金句 让家家户户都能够把这份过年的喜气给带回家 农历新年到来 家家户户少不了要贴春联 新真理办公室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了名家辉豪送春联活动 邀请多位书法师提笔辉豪 并为民众量身打造客制化春联 吸引了不少乡亲排队索取 今天在农历春节前夕 我们办理请名家大师来写春联 赠送给新真理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希望透过写春联这样喜气的活动 可以战胜整个两年来的疫情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喜事来打败新冠肺炎 郑国荣里长指出这两年来受到疫情冲击 民众生活十分艰辛 盼透过送春联活动的喜气 能够战胜病毒使疫情远离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希望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写春联的活动 让整个新真理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可以沾染到这样的喜气 然后加强防疫的工作 新真理长郑国荣表示 赠春联的活动可以让民众提前感受到春节的热闹气氛 感谢书法老师们的协助 使家家呼呼的门上都有大师所回豪的春联 希望把过年的喜气借由春联带给大家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